7月20号,社交平台一段红金宝坐轮椅逛山东周村古镇的视频,引得众多网友的关注。 视频中69岁的红金宝包裹严实,身着白色T恤和黑色裤子的他,坐在电动轮椅上,悠哉地逛着古镇,身边并无一人。 但你会发现在红金宝后方的不远处,身穿紫色上衣搭配白色修身长裤的女子,便是她的小娇妻高丽红。 相对于红金宝上台阶,两个人都需要搀扶的状态,小她13岁的高丽红,身材保持得却非常好,举止优雅的她在人群中十分亮眼,很难让人不被发现。 两个人在逛街逛列了之后,十分低调地走进了一家店中歇小,取下口罩的两人,惬意地喝着茶。 高丽红优雅地喝着茶,微笑地听着红金宝和大家聊天,场面十分和谐。 结婚三十年的两人,却为何始终没有属于他们的孩子呢?那四个孩子的母亲又是谁呢?一切变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说起。 上世纪七十年代,年轻气盛的红金宝为出人头地,孤身一人来到了彼时电影业蓬勃发展的韩国。 在这儿,她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曹恩玉。当时曹恩玉便是公司安排接待和照顾红金宝起居的女同志。 据红金宝所说,两个人时日久生情,同在异乡孤独寂寞之时,两个人互相慰解,久而久之,便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。 在他们认识两年后,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 有一次红金宝从香港回到韩国,曹恩玉陪他去酒店办理,全天登记入住。 可是那天的酒店员工就是不让曹恩玉住进去,红金宝就开始和酒店的工作人员理论,酒店工作人员说必须证明曹恩玉的身份。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红金宝,他生气地说道,他是我的妻子。 第二天,红金宝便带着曹恩玉去领事馆办理了结婚登记,就这样,两人顺利地结为了夫妻。 刚开始两人的关系还很好,可随着红金宝的名气越来越大,经常传出绯闻。 他晚上还经常出去泡夜店喝酒,唱歌跳舞,他们的矛盾越来越多,以至于曹恩玉经常和丈夫吵架,闹得不可开交。 但奇怪的是,就是这样针锋相对的夫妻二人,14年间居然生出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,看来当时的他们并未真的离心,可为什么在纠缠了14年后,两个人选择离婚呢? 有不少网友猜测到,可能是他们之间出现了第三者,曹恩玉再也无法容忍,便只能选择离开。 对此,红金宝并不承认,他说,这14年来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吵架,是我经常去泡妞。 舞师都会去跳舞喝酒早出晚归,老婆当然会大吵特吵,最后彼此都觉得没意思分开了。 可是,就在红金宝与曹英宇离婚的当年,他便学笔记小13岁的徒弟高丽宏,你说打脸不打脸。 如此紧凑的时间让人不禁想到婚内出轨,抛弃,遭康之妻等一系列词语。 可能当时很多人都曾谩骂过红金宝和高丽宏。 虽然背负了小三的骂名,但高丽宏却并不在意,因为他爱红金宝。 想当年香港小姐出身的高丽宏为参演电影《袁振侠》与魏斯里找到当时的武打影星红金宝,求他传授功夫。 当时很少有女明星为了拍戏去学舞,高丽宏算是一个。 看着他真诚的眼神,红金宝很快地答应收他为徒。 在后来的几年间,红金宝不仅传授他功夫,还给了他足够的磨练机会。 你会发现,只要是红金宝指导或是洪家般出品的电影,总会有高丽宏的一席之地。 也正是因为这一部影片的磨练,高丽宏拥有了精湛的演技,从而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。 那时红金宝处于已婚的状态,隔三差五还会和年轻的女孩传出点花边新闻。 但高丽宏仰慕他,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。 在他的眼里,这是一个优秀的男人,要是能嫁给他就好了。 所以年轻的高丽宏总是喜欢缠着红金宝。 久而久之,红金宝也对眼前这个漂亮的徒弟有了不一样的情感。 相比于前妻曹恩玉的咄咄逼人,漂亮活泼的高丽宏更深得红金宝的心。 于是在红金宝和发戏离婚后,两人迅速扯了症,高丽宏也正式成为四个孩子的后妈。 都说后妈是最不好当的,不敢打,不敢骂。 高丽宏为了更好的照顾家庭,她选择退出娱乐圈,成为一名全职太太。 不仅帮助红金宝将事业打理得紧紧有条,还将自己和四个孩子的感情处理得很好。 虽然这四个孩子不是高丽宏所出,但她将这四个孩子视为己出,全身心地照顾他们, 且为了打消孩子们对她的隔阂,她选择不生孩子。 日常生活中高丽宏对孩子们很上心,衣食住行借由她亲自着手。 孩子们也看在眼里,对这个后妈也很尊敬,一家六口相处起来很和睦。 即使红金宝被传出和其他女性的绯闻,高丽宏总是在第一时间在媒体面前维护自己的老公, 因为她无条件相信红金宝。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,红金宝才一直宠着高丽宏吧。 他们的婚姻生活不仅有甜甜蜜蜜的恩爱时光,也充斥着磕磕绊绊。 曾经有媒体曾拍到,高丽宏和红金宝在大街上吵架, 但夫妻吵架,床头吵架床尾和,不一会儿,两人便相视一笑, 恩爱如初。 虽然红金宝就此吐槽妻子有时候很烦人,但她又离不开妻子。 有一年高丽宏回澳洲探亲十天,红金宝就觉得生活没了意思, 忍不住催促妻子快回家,一边吐槽一边又离不开她, 可能这就是爱情最初的模样吧。 如今红金宝年事已高,身体大不如前, 前几年膝盖做过手术,行动更是不变。 游玩皆需要靠轮椅代步,相比之下, 56岁的高丽宏保养得非常好,身材宛若妙龄少女, 皮肤更是光滑白皙,但两人的感情还是很好, 互相依微,互相照顾,经常一起出去游玩, 过二人世界,还一起带两个可爱的小孙子, 镜享天伦之乐。 希望红金宝和高丽宏能够身体健康, 继续幸福的安详晚年。